最后来介绍一下 残存的土鸡和土狗 李旦和忽兰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很土 是不是 太土了 你们两个如果加入三赛 毫无违和感 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们首先有请的 就是土鸡 李旦 你们现在为了写个破段子 硬凑一个破梗 不惜把我写成土鸡 我为什么不能是土狗 大家好 我是李旦 气死我了 我土鸡 赵老师你看你穿的这个样 大哭的小眼子 就跟刚刚跟狗打完架一样 好像都说我 今天正式吐槽之前 今天来了一个 我很重要的好朋友 薛赵峰老师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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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看 这么大经济学教授 丢人堆里根本看不出来 是吧 仿佛没有来过 仿佛没有来过 我们今天的这些音乐人 都非常的有代表性 地下的 地上的 地里的 还有这个黄土埋了半截 但依然高昂这头的 我从小就很喜欢 郑军老师的份 就永远就是抬着头 是吧 就是然后表情呢 就非常的痛苦 就感觉他就是 就有一个什么烦心事 但是呢又很骄傲 就是有给人一种啊 就是欠个钱 但是打定主意不还的感觉 就永远就盯着天空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一句话是 人在做天在看 郑军多叛逆 谁看过我看看 大老师 大老师曾经也是地下音乐人 被称为是 中国摇滚乐第三代领军人 领的也非常成功 我们再也没有听说过 中国摇滚乐有第四代 摇不过三代 摇不过三代 你就喜欢这种包袱了 大老师现在呢 肯定已经是地上了 但是你说他是地上音乐人吧 也不准去 你就感觉他 看着他就觉得 是地上有一个 不知道什么人 就总感觉他在地上 整个人就很难组装到一起 从身体到思想 都是滑坡的一个状态 就像粥一样 娱乐圈的第一金具制造机 非常的作孽 给很多年轻人一种幻觉 就让人觉得 摊在椅子上 说点俏皮话 就能过上幸福的人生 这能行吗 这除了大家为 有人能做到吗 我 我 我可以 大老师经常上综艺节目 他自己说上综艺呢 是为了赚钱 养音乐 据我了解 你光从效果文化 赚走的钱 养个孩子都够了 你这个音乐这么难养吗 你又没有想过 他要是这么难养 可能就是到个离开的时候了 大老师就 把管吧 好不好 让他们去天上守护着我们 上个天堂的人肯定也想不到 到个天上 还要听大张伟的音乐 这今天是天空飘来五个字 这都什么事 陈楚生 当年快南夺冠之后 被三亚选为旅游形象大使 这个是十年前的事了 三亚今天要是再选旅游形象大使 那肯定会选择忽兰 为什么呢 第一忽兰是东北人 其次 呼喊 是脱口秀大会的第四名 当年呢 张杰就是第四名 三亚是不会选错两次的 陈楚生 前段时间 也不是前段时间吧 就是他 闹过一个很大的新闻 就是跟天鱼解约嘛 这是旷日持久的官司 那个赔偿金啊 从两千两百万 一路飙升 涨到二百二十七个亿 二百二十七个亿 真的 但你看后来 陈楚生也跟 湖南卫视也和解了 说明这二百二十七 他很有可能是给了 你这些年在三亚炒房了吧 都是我们东北人民的血汗钱 为啥解约呢 他当时解约是为什么 就是有一个大型的晚会 在晚会的前夜 陈楚生不告而别 所有人都联系不到他 非常的不职业 直到今天 他为什么走 都是个谜 没人知道 很有可能 当天有楼盘开盘 我来看看 音乐人脾气都不是特别好 都很古怪 像郑君以前 录综艺节目 也有过中途 愤然离析 但我发现音乐人 的脾气啊 好像是跟才华 是成正比的 你像以郑君的才华 就可以愤然离析 陈楚生 不告而别 你再看 叶培 就只能 默默消失 Cindy 就 驱逐出场 对不起啊 Cindy 对不起啊 她还是个孩子 她才19岁 虽然你们也看不出孩子 对不对 19岁 我今天 其实今天只有你 我是一句都不想吐槽的 我甚至都觉得 这节目就不应该请你 我就直说了 所有节目 其实都不应该请你 你出现在鱼类圈 就是个误会啊 朋友 她甚至都不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纯误会 气死我了 Cindy你知不知道 就是很多节目 请你们 就是想看你们笑话 就是想消费你们 包括这个破节目 都没按什么好心 以后就不要接种通告了 什么 你都知道 那可以 那可以 我也是这样 谁笑话咱们 咱们就挣谁的钱 对不对 郑军 前两年拍了一个电影 叫 摇滚藏壕 我刚开始 还以为是他的自传 我觉得 还挺巧妙 是吧 把自己比喻成藏壕 守护着摇滚乐 很贴切 你看他 胸很高 劈头散发 腿倒拉散 很合适 打坐 腿麻了吗 郑老师 实在不行 就放下 没事 也挺味儿的 他说他自己常年打坐 内心变得很平和 一点看不出来 完全看不出来 郑老师呢 在他不平和的那些年里 经常点评乐谈 曾经说周杰文 很火 但是没有思考 说周杰文的歌呢 不能让人去反省生活 我发现老一辈的摇滚人 就很喜欢让我们反省生活 他们的观点 说白了就是 你按他的活法 你就是对的 你不按他的活法 你就需要反省 好像也不只是 老一辈摇滚人 老人都这样 奇怪啊 突然就搞了 我朋友圈里 很多人都 分享 郑君老师的歌 直到今天 我也经常会分享他的歌 我觉得人家有这么多 经典的作品 是有资格嘲笑 现在的乐谈的 对吧 但是很好玩 据我观察 分享郑君歌的人 一般都不太快乐 但是分享周杰文的歌的人呢 感觉心情就不错 那么人活着 到底要不要没事 就反省自己的生活 今天来的人 我觉得最自信 最快乐的人 就是Cindy 他甚至都不认识郑君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想 我有时候不快乐 是不是小时候 听了太多的郑君的歌 我是不是应该以后 就听算我 宁可不快乐 好吧 不快乐挺好的 不快乐挺好的 不说不说 都是胡说 我根本不懂音乐 都是完全是胡说 我呢算稍微 懂那么一点点快乐 2020年 2月开始 我们的脱口秀全球巡演 就启动了 希望大家一起来快乐 谢谢 谢谢 你怎么现在那么让人鄙视呢 你怎么怎么了 你那么长时间不回来 好容易回来 录一次节目你 光光打你自己 什么全球巡演的广告 你怎么浑身同臭气呢 你的那个全球巡演 有我吗 好好好 有没有我 已经开票了 可以去买 我说的 我说的是我去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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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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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